朋友们大家好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发往意大利的田螺 再过半个小时 终于那边的学民要收到田螺了 说起来真的很激动 我也很期待看看田螺历经 我是3月1号发到意大利的 说错了 我是3月1号从家里发出的 到意大利的话 应该今天收到货的话 整整刚好100天还差 还差几天 那么就是三个多月 不知道三个多月在田螺 我们接下来半个小时之后 他会打来视频 然后我们一起见证 这是意大利会员给我发来的消息 你们看一下 你看刚刚发来的晚上6点半 老师田螺到了 不知道有没有用 打开看了吗 还在车上半个小时到 好的 现在我就等着他发视频过来 我的要求是开视频 因为我现在也很激动 也很想知道我这个田螺 三个多月经过海洋 几个季 有那个热带 然后还有 经过几个州 几个大洋 那个从亚洲到欧洲 看看我的田螺 到底还不会 会不会活 说实在的对于这批货 我也有很大的期待 如果这批货到意大利之后 三个多月就一百天 将近一百天的时间 他如果还能存活 达到百分之五十 那么就说明 这个田螺 因为这次出了 出了点意外 他的预计是五十天到 但是他这个海运 不准时 将近多出来一半时间 我这边是12月31号 给他发货的 到今天的话是 3月10号 那么大家算一下 时机是不是将近一百天 然后他这个是 在意大利的一个小城市 这叫维尔肖的这个城市 你看这是 他空运过去的田螺 这批轮还是比较成活的 这个田螺 你看一下 他有视频 我给大家看一下 空运的一点事情都没有 在他那边 这是 这是我的田螺 才死了一个 这些是田螺 放这些生争的田好的 说实在的 对于他这批螺 我也是真的很激动 也很期待 希望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12月31号发的 对吧 我现在什么都不做 我就等着他视频 让我第一时间知道 这个田螺的好坏 兄弟们 空翻新厂 今天他收到的不是田螺 可能田螺还没到 真的要一百天了 你看这是他刚刚 切切11给我发来的消息 老师到底不是田螺 他是他的任何东西 那我空关心一场 你让粉丝 这么多朋友 也 再等两天吧 好不好 我们再等两天吧 马上也可以看到大案了 看我视频的朋友 你们多等几天 那么其实我 比你们还着急 也没办法 今天真的非常抱歉 希望大家理解 拜拜